大家好 我是阿天 有幾個常見的問題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很多人會留言說 奇怪怎麼好像我錄的影片啊 活動啊怎麼他們的那個伺服器還沒開放 那是因為說這個遊戲是賽季制的 如果說你看到你的這個活動跟我不一樣的話呢 那就代表說你的這個伺服器比較新 然後呢隨著時間進行的這些活動也會開了 像現在的話呢我的這個異界探索 這一隻龍還不能打 但是呢已經有人可以打這隻龍了 所以說這個龍的攻略的話 我還不能錄 因為呢我的這個伺服器還不能打 但是再過不到三天這個BOSS就可以打了 所以說呢這個遊戲的這個賽季跟伺服器的機制是這個樣子 那你沒有看到的活動呢不用急 反正這個隨著遊戲進行呢 這個活動就會慢慢開啟了 好那另外呢這個遊戲是一個倒吃甘蔗的遊戲 因為隨著這個賽季的時間啊 他會慢慢的開放一些機制 譬如說一開始的話呢是時空窩流那個海神嘛 然後開啟妖精迷宮 那妖精迷宮的話呢又會隨著時間慢慢開放層數 可能一開始只開30層 然後每天再加開一層一層一層這樣子往後開 然後再來是地下層開啟 還有四鏈之柱 四鏈之柱也是我現在要開始去打 然後傳說鍛造素材掉落量增加 也就是說像現在賽季後期啊 我在刷的時候呢確實有感 就覺得說好像打一場戰鬥之前沒有那麼多嘛 這個也是隨著這個賽季即將結束啊 他這個掉落量也會增加 那我也因為這個樣子呢最近也換了不少裝哦 就是像是攻擊的啊特別就去強化重擊率跟這個重擊傷害哦 好然後呢這個重駐帝國之隱的活動啊 這個是特別活動啦 然後一階探索這個活動 那下一個賽季有沒有這兩個活動呢 就不是很確定哦 另外就是賽籃群啊 常常會有人問說這個主線怎麼打 我都會先問一個問題哦 就是說你的這個子龍打了沒有 子龍有敵爾 為什麼我會常問這個問題呢 因為呢你的主線啊子龍打贏的話呢 你在挑戰這個地方 我們點左邊這邊哦 那這個的話呢就是綠龍你可以重打嘛 然後再來是子龍再來是這個暗欲敖戰 所以說呢如果說你的主線啊 過了子龍之後呢 他就是一個階段性任務的完成 因為子龍再接著打暗欲敖戰的 這一個階段的話呢 他會比較卡一點點哦 所以說呢你先過關子龍 然後每個禮拜呢可以重新挑戰這個boss 再去獲得這個傳說失業換一些東西哦 那當然啦 那當然啦如果說你推完全部的主線 也就是打倒那個混沌之子的話呢 這一個新的挑戰就可以開始了 但是打倒混沌之子的話其實蠻困難的 因為我一般都會建議比較前面的玩家 就是說你的目標先放在打倒子龍 這樣子呢每個禮拜就可以多刷這個任務 至於說最後一個這個任務呢 因為是要打倒混沌之子 我覺得到這個階段啊 你就必須要再去提升你的這個裝備的強度哦 那再來提到這是一個倒吃甘蔗的遊戲嘛 你到越後面之後呢 你就可以越有效率去刷裝 所以說我也是到這個賽季快要結束啊 大概在18天左右吧 我才現在開始在打這個 四鍊之助 以及這個妖精迷宮哦 因為除了這個倒吃甘蔗的裝備好打之外呢 還有混河這個東西嘛 那混河也知道哦 其實到了後期的這些活動啊 混河的這個量啊 送的還是蠻多的哦 就是幾萬幾萬的給 你只要什麼盟會啊 還有每周的活動結算啊 這混河都是幾萬幾萬的給 所以很快啊 這混河都可以點滿了 那點滿之後當然不用講啦 以上五個元素清河的這個陣容 你看哦 如果是火毒的話呢 這邊傷害加10% 然後這邊點滿的話39% 好像加起來就快50%了嘛 然後這邊呢 火毒的這個傷害減少又15% 所以說呢 你打到後期呢 混河點滿之後呢 咦 專注也比較好撐 然後呢 這個減免也比較好撐 那這樣子當然打起來的話 就會更好去配置你的這個裝備 我現在推光輝之助哦 我記得我好像半個月前啊 我是卡在29關那個BOSS 還要去調裝 結果呢 混河全部點完之後呢 感覺上好像無腦就輾過去 那當然我有用到傳說的角色了 不過呢 就是很明顯 你混河全部都點完之後呢 你上這個五人元素清河之後呢 這個BUFF加上去 那個強度提升是非常有感的哦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之前我就說這個循環探索到19萬就好 結果呢 真的是可以一路漲下去哦 你看 這個達到一個目標 這個清河龍技 混河的這個材料哦 一次就給15000這麼多哦 OK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囉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